胡老师想问您一个问题 刚才您说这个肉要把水控制 但是现在您为什么又要加水 我去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人俊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什么 一道超级下饭又美味的尖椒炒肉丝 很多人可能会问 那么多美食大咖都做过这道尖椒炒肉丝 我们今天为什么依然还要做这道尖椒炒肉丝呢 其实这样我觉得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我们各有各的方法可能方法不同 但是我们的结果都是美味好吃 我觉得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看像今天我们的尖椒炒肉丝食材 基本上和大家都一样 川菜有尖椒炒肉丝 山东菜有尖椒炒肉丝 粤菜也有 那我们今天你看我们选的是通脊肉 我们腌这个猪肉丝 我们就用粤菜的方式来腌制它 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看川菜的尖椒炒肉丝呢 比如说它是一锅粗 怎么叫一锅粗呢 就是我们炒可能还有一个滑油的过程 要把猪肉丝滑油捞出来 他们不 滑完油直接放葱姜蒜料头 然后把尖椒哗哗哗 然后勾一个那个叫碗芡 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啊 咱们在家里边家里的这火 确实不太适合一锅粗 那么今天我们的尖椒炒肉丝 就是国家俊美食空间的 家常的尖椒炒肉丝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食材啊 就是这个猪肉 这个通脊 还有葱 大葱 蒜 还有姜 然后青尖椒是少不了的啊 这个青尖椒呢 不是很辣啊 就是这种 大家要喜欢吃辣的 可以买那种二斤条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这种 并不太辣的尖椒 做一个尖椒炒肉丝 我们先加工通脊 把它切丝 通脊肉就是一整条 我们其实买的也是买的一整条啊 但是我们把它选出来了一块 其他的我们还是放冰箱里冻着 放外面 现在天起来越热了 可以容易坏 那切丝呢 其实第一步 我们要先把筋 通脊的这块筋 我们给它去掉 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先拉一下 来 拉到这个筋的部位 然后我们凳过来啊 我为了大家方便 我别扭一点 然后这样就是 一下都给它去掉 来 刀 可能有点太别扭了 原则上我们这一块 你看还带点肉 刀工还要累 好 这一块筋膜 我们就给它先放在一边 这样一块通脊 我们要切肉丝 怎么切呢 就是有人说 把这个肉先放在冰箱的冷毒室里 先冻一下 然后它更好切啊 其实对于像我这样 刀工好的人来说 无所谓啊 切肉丝呢 也有几种方法 像我们这个比较大块的呢 片片 然后切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这样 片片 切 顺顺顺 你说是怎么片片切 竖着片吧 哦 这样是吗 对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是你好拍吗 行 好 其实竖着片 反而其实它并不好搞 好吧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 我们事前真没商量过啊 我们现在做菜就是跟摄影师在斗志斗勇 做尖胶炒肉丝的肉丝 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太细啊 还是要粗一点 这一刀给划下来 基本上就是这种薄厚啊 和刀我们比一下 然后给它码好 然后给它码好 好 我们片完片了 给它依次的码好 我们就开始切丝了啊 丝呢 不用切太细啊 粗细呢 是什么概念呢 就以我的标准啊 就是这种 我拉一根出来 你就能看得清楚了啊 看 刚才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我能切的稍微慢一点 现在我们相对来快一点切 展示刀工的时候到了 哎 其实我也可以试试在你后背上切啊 但是你觉得可以吗 这个应该不太好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基本上切完的肉丝就是这样 我们尤其是在切完肉类的时候 真本一定要刮干净 如果要是不刮干净的话 会很滑 对我们下一步操作会影响很大 你看 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切完的猪肉丝 下一个步骤 并不是马上去腌它 我们要用水把它再冲洗干净 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些血水 我们要用清水把它给冲掉 现在我去冲水 把这个水冲清 肉丝就是这种状态 好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把水给倒掉 下一个步骤就是继续控水 控水我们除了可以把它挤一下啊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罩里里平铺 其实原则上应该控大概二十分钟啊 我们才可以继续腌制 那现在我们就趁着控水的时间 我们来加工青尖椒 青尖椒呢我们已经洗过了啊 我们之前有很多菜都有青尖椒的这个环节 来怎么加工它我就不再多说了 最重要的是从中间给它抛开 然后把这个筋膜和这个籽给它去掉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来切丝 就是直接这样切过来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相对来说可以切的长一点点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版的尖椒丝啊 如果要是为了真的配色好看的话 其实再来一个红尖椒会更好 好 四根青椒我们切好了 看一眼我们滤这个肉丝的水 因为我们即时烹炒 所以滤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 但是基本上这样差不多了 你看又滤出这么多水了 我们把这个水给它倒掉 那我们现在来腌制猪肉丝 我们现在腌猪肉丝的方法是粤菜的方法啊 其实并不是山东菜的抓姜 我只是根据我的经验开始腌了啊 就是这么点肉丝 我们来放一点盐 来一点味精 来一点点糖 我们再放一点点生粉 然后我们把它抓匀 那你要是非问我这个盐味精糖和生粉 到底放多少 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我们做厨师的时候的一个标准的筋量 就是一斤肉丝 放一钱盐 一钱味精 1.2钱的糖和三钱的生粉 你要是真有兴趣 你就腰腰它 真的除非你在厨房工作 你要是在家烹饪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会按照精量来腰 所以说我们大概凭经验 适量差不多就行了 那我们现在给抓匀了之后 我们来加水 加一点点水啊 我们水要循序渐进的加入 我现在是逆时针 再打这个水 如果你喜欢顺时针 那你就顺时针 就一直顺时针 不要太用力啊 以免这个肉丝会碎掉 你看刚才我稍微用一点力 这个肉丝就碎掉了 看它的所有的水都吃进去之后 我们再加水 如果你要是问我加多少水 我只能说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环节 真的是全都凭经验了 餐厅的老师傅也都是凭经验 我说一个概念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买肉 今天的这个肉 它的含水量可能就不一样 跟明天你再买 然后含水量它又不一样 那在你腌制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它每天不同变换的含水量 根据你的经验 然后你再加水 胡老师啊 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说这个肉要把水控制 但是现在您为什么又要加水啊 我去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 我去 我现在呀 不能告诉你 现在告诉你 你印象不深 好 对 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问题 是哲学层面啊 我现在其实并不想把它引到这个化学问题上来 朋友们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呢 半目和评论留言 我会批改作业啊 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现在特别想说啊 你看就是川菜 就是在做尖椒肉丝的时候 他们会直接在这个肉丝里边加一些酱油啊 加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粤菜腌猪肉丝就是这样 不用加另外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就是在腌猪肉丝的时候会加鸡蛋清 粤菜或者是我在做的时候也不加 我觉得没有必要加 其实加鸡蛋清的目的也是为了它的爽 滑或者是为了它拉完油以后会更白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可以来吐槽或者咱们交流 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在腌猪肉丝的时候 或者是在腌其他的肉类食材的时候 相对来说加了鸡蛋清腌制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一次用完这些调料 你要是想保存的话 放到冰箱里因为有鸡蛋清的加入 它保存的时间会必然很短 因为鸡蛋清是很容易坏的 好以我的经验我加最后一次水 大概这种码都我大概接满了 现在用了大概一半吧 那朋友可能问了就是这个肉丝腌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腌的时候没有戴手套 因为我现在时刻感受到触感 就是这个手直接跟肉丝接触的触感 非常的润就是还是有弹性 轻轻的蘸一下 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手上 感觉是有粉状的 有可能会有一点略微的粘手 好基本上这样就OK了 我们让它静置几分钟 现在让肉丝静置几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加工一下料头 那葱呢 我们其实就顶刀直接切就可以了 直接切成葱片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葱 好 蒜呢 我们给它切成蒜末 先给它拍一截 然后切成蒜末 好 蒜末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姜我们也给它切成姜末 先切一张片 切完片 我们给它切丝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料头我们准备好了 好 那现在我们的基本食材就准备好了 青尖椒 葱姜蒜 料头 然后还有我们腌制的猪肉丝 这个猪肉丝我们静置了几分钟 就是因为可能在我们腌制的过程当中 它还会有水反出来 你看我们这个腌的就是相对比较好 没有水反出来 如果要是有水反出来 我们继续把这个水分全都打进去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下一步的烹炒 才不至于粘锅 这个时候我们倒入一些植物油 倒入植物油的目的 第一个是要锁住我们腌好肉的水分 第二呢 就是让它待会我们在滑油的时候不粘连 倒完油之后 我们不要持续搅拌 我们只是把油抓匀就OK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下一步的烹炒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烹炒 烹炒的第一步 我们先把炒锅烧热 然后我们把肉丝滑油 好 好 油温大概四成热的时候 我们把肉丝放入 滑散 滑散 七八成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 这种状态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 关火 好 现在我们炒锅回来 来我们倒入料头 我们稍微煎香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青椒丝倒入 略微翻炒一下 炒到 略微有一点他压 这个时候 我们把猪肉丝放入 然后烹入一点料酒 我们也没有勾碗芡啊 好 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味 我们大概放一勺的生抽 为了增加颜色 我们再来三分之一勺的老抽啊 好 我们来三分之一勺的糖 然后来四分之一勺的盐 再加一点点味精 再来三分之一勺的蚝油 好 我们放入一起翻炒 我们加一点点山泉水啊 这样会更韵子 好 现在我们来加一点点水淀粉 勾一下芡啊 哇 OK 出锅之前 我们来一点点香油 好 再撒一点点胡椒粉 好 现在关火 出锅 好 好 那么今天我们家庭版的青椒炒肉丝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吧 学会了就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尝一下这个煎鸥肉丝啊 太有食欲了 三万米半我看看 嗯 米饭在哪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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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